真字里面到底是两横还是三横 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两横 可今天我才发现 原来里面一直都是三横 不仅如此 以下这些字在我记忆中里面统统都是两横 可为什么就突然变成了三横 经过我上网查询求证 终于找出了答案 根据科学家的解释 这是人类大脑出现的记忆偏差 俗称曼德拉效应 可直到我看到这部影片 我才明白曼德拉效应都是骗人的 原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恐怖 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 绝对会震碎你的三观 这天男主老白正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海边度假 可谁知 女儿在玩耍时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女孩正在海边捡贝壳 可突然她的玩偶就被海浪冲进了海里 为了捡回玩偶 女孩独自一人走进了深海 没多久 汹涌的海水便将女孩淹死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此毁灭 女儿的离去 让老白和妻子一度陷入绝望之中 但两人又不得已要面对现实 没办法 他们只好忍着悲痛为女儿举行了葬礼 然而就在夫妻俩整理女儿的遗物时 老白却突然发现 女儿故事书上的字母一竟然变成了 奇怪 自己明明记得试意才对 难道是自己记错了 于是老白带着疑惑找到弟弟询问 可当弟弟看到后也非常惊讶 因为他也记得上面的字母是一而不谁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老白开始上网查询求证 这时他惊讶地发现 有很多网友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而大家更是一致地认为 故事书上面的字母就是一 可书上明明写的是雷 这下老白彻底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然而还没等他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他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发现冰箱上的合照与他的记忆有些不符 因为老白清楚地记得 一家人合照的背景明明是科技馆 可现在却变成了天文馆 老白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可妻子听后却毫不在意 他认为丈夫一定是思念女儿过度 产生的记忆错乱而已 但老白感觉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于是他带着疑问再次上网搜寻 结果他发现 像他这种情况很多人都出现过 而科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曼德拉效应 简单来说 这是人类一种普遍性的记忆偏差 得知真相后的老白 心中的疑惑自然被打消 可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又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教授表示 曼德拉效应 只不过是科学家为了掩盖世界真相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其实这个世界全是虚拟的 所有事物都是由代码组成 人类之所以会出现记忆偏差 其实是代码出现了漏洞所导致的 然而正当老白看得入神时 突然视频出现了卡顿 紧接着 视频就消失不见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阻止老白观看 作为资深程序员的老白立马意识到 如果真如教授所说 这个世界是由代码组成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修改代码 让死去的女儿复生呢 想到这 老白立马给教授发去视频 他希望能和教授见面聊一聊 可等了很多天 老白始终没有等到教授的回复 无奈 他只好主动找到教授请教 然而当教授得知老白的来意后 二话不说当场就拒绝了他 老白有些不甘心 第二天他再次找到教授 教授见老白如此执着 只好对他说出了世界的真相 教授表示 经过他多年研究 他发现不仅整个世界是虚拟的 就连宇宙也都是假的 简单来说 世间万物全都是由代码组成的 老白非常疑惑 如果是这样 那得需要多大的服务器才能运行和计算 然而接下来教授给出的解释 彻底颠覆了老白的世界观 原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如同游戏一样 当角色进入游戏的某个场景时 和角色相关的人才会加载出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大大减少服务器的内存 所以服务器并不需要太大 不过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向人类证明世界是虚拟的 为了让老白相信 于是教授便把他带到了学校的实验室 实验室里面放着一台量子计算机 而计算机里面就有连接虚拟世界的代码 可就在教授为老白展示时 突然管理员走了进来 因为涉及到机密 很快两人就被赶了出来 此时老白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用普通的电脑来连接虚拟世界 教授听后表示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虽然老白的想法有些天真 但教授还是告诉了他进入虚拟世界的代码 并叮嘱他说 如果你进入了虚拟世界 切记千万不要修改任何数据 因为一旦数据被修改 那么周围的事物就会发生蝴蝶效应 搞不好还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回到家后 老白赶紧尝试用电脑连接 凭借自己是资深程序员的优势 再加上教授提供的代码 很快他就进入了虚拟世界 原来教授所说的都是真的 不过老白并没有听从教授的劝告 紧接着 他就找出了死去女儿的代码 然后对代码进行了修改 等到第二天一走 老白震惊地发现 死去的女儿竟真的回来了 他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于是连忙询问妻子是否能看到女儿 就这样 老白成功把死去的女儿复活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家三口又重新回归了幸福生活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老白 完全把教授的话抛在了脑后 殊不知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来临 没多久老白就发现 向来温柔的妻子突然开始变得暴躁 并且还经常哭着说 女儿不应该出现在家里 不仅如此 周围的事物也开始变得异常 老白知道 这一定是他修改代码的结果 于是 他赶紧去找教授寻求帮助 然而当老白来到教授家时 教授的妻子却表示 两个月前教授就已经死了 老白听后震惊不已 因为前几天自己还和教授见过面 看来教授的死也是自己修改代码后的结果 显然虚拟世界的服务器在修复漏洞 以此来保证世界的正常运转 此时老白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重新运行这个世界 那么一切不就可以回复到原样了吗 容不得多想 他立即回到家中 开始编写重启世界的代码 不过这次必须要借助量子计算机才能完成 因为强大的承载力是重启的必要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 老白终于编好了重启代码 随后他便驾车来到了学校 可谁知 他刚进入实验室就被管理员发现 管理员二话不说立马呼叫了保安 老白见状急忙阻止 但没想到 管理员一下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容不得多想 老白迅速拿走他的门禁卡 然后成功进入了实验室 紧接着 老白就将编写好的代码输入了量子计算机当中 只见上一条代码正在不断刷新 重新排列组合 做完这一切 老白赶紧逃出实验室 然而就在这时 世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老白发现停车场的车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没办法 他只好坐上公交车回家 随着量子计算机的运行 整个世界也在逐渐瓦解 这时老白突然看到 一位大妈在不停地闪烁走向公交车底盘 一旁亲热的情侣身体也发生了扭曲 老白被彻底吓傻了 他急忙跑下公交车 然而下一秒 诡异的是再次发生 只见白天瞬间变成夜晚 夜晚又瞬间变成白天 老白拼命地向家的方向跑去 他必须再要世界重启前赶回家中 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此时他只想和家人待在一起 然而当老白刚踏进家门 下一秒他又回到了门口 明显时空已经发生了错乱 老白赶紧找到妻子和女儿 一把将母女两抱在怀里 与此同时 周围的房屋也开始不停地闪烁 突然妻子一把将老白推开 紧接着便发出一声惨叫 只见妻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也逐渐发生扭曲 好在没多久 妻子又变回了原样 老白见状赶紧又将妻子抱进怀里 此时天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两颗行星撞击发生的爆炸 随即老白一家三口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并不是 随着一串串代码的出现 世界也开始重新启动 从宇宙爆发到太阳地球月亮的出现 再到山川河流的行程 逐渐地球上有了各种各样的生命 新的文明也随之诞生 人类发展科技进步 就这样 周而复始循环了58亿年 最终时间停在了老白一家三口度假的这天 之前的一切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老白和妻子悠闲地在沙滩上享受 这时女儿突然想要去挖贝壳 老白见状立马将女儿叫住 虽然她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她总感觉女儿的玩偶要留下来 就这样 老白成功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看完这部影片我想说 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别往心里割 到头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串代码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上